好 你来残队见面来做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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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上伙 欢迎上伙 第一个就是现在店铺的人员现在变少了 之前是六合宿,现在是剩下了三个人 所以说人员变少了之后 我们现在急切地在招做一到两个人 我们也是在想办法 现在没有招到人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现在的七个人 但是的话我们发行师就要备活好 这几天就不用说 都是自己住民战场 我们发行师就上去洗头 就怕晚上六七点钟之后 或者八点钟 那一到两个小时就怕保护过来 如果说实在是招待人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七个人做 我们一做年也就两个月多一点 那我们只要备活好去做 我们一样的能创造出奇迹 一样的能做出高业绩出来 所以说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信息 第三个人员少也是一种好事 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一个人员少了对我店铺来说的话 我一个月可能说减少开支 你那三个员工的话 一个月至少多了两千块钱左右的支出 因为吃饭一个人家住宿 这些一个人一个月至少在六到七百块钱左右 第二个对住宿来说的话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以前六个人干活的事情 现在三个人来干 那相当于一个蛋糕本来六个人吃可能刚好 那三个人吃那肯定都吃得非常的舒服 吃得非常的沉 刚刚吃完晚饭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 店里有个坐手上的还有两个在简直吧 现在晚上都在忙了 我们发行师自己在洗 其实得不够 现在十点半下班了 带店里的员工一起去吃个饭 因为我从老家过来的话 有一个星期了 都一直没时间请他们吃饭 一直在忙店里的事情 因为买新车了 请员工吃个饭 也感谢他们这段时间 如果不在店里帮忙把店里看得这么好 去吃个饭聊聊天 就在这里来吃饭了 菜已经点好了 现在在这里开始吃饭了 菜还没上上来 喝什么王老吉啊 直接喝啤酒嘛 喝不喝啤酒 三三你要喝一瓶吧 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路长口 首先我敬你们两个一杯 这段时间怎么说呢 我回去了差不多20天 还是感谢你们的店里 把事情干得这么好 所以这杯我们先来干了 现在我们的烧烤啊 烤和鱼啊 牛肉炒菜都上上来了 来一起打个招呼 来 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漂亮了 好 大家多吃一点 吃开心一点 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了 刚刚吃完夜香 现在已经回来了 所以说也感谢店里的一些伙伴 同事在我不在的期间 一样的把店里做得这么好 干得这么优秀 再说的第二个事情就是 刚在老家买了新车嘛 回来请同事吃个饭 一起高兴高兴 今天我们七个同事吃饭 七个人的话花了四百九 也不算特别贵 吃的都挺饱的 再说的话 我的合同也是要到期 现在跟黄东还在谈 助体能不能谈下来 以什么样的价格拿下来 目前还不知道 所以说打仗再过一两天 再去跟他协商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